Hello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的视频 李宇春,相信大家对她都很熟悉了 她在超级女生出道,当时还是全国总冠军 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大 在出道之后,自己的视野一直非常不错 还顺足了影视野,她似乎一直在改变进步 当初李宇春是中性神秘潮流的引领者 一头个性的短发造型,一身前卫的中兴风穿搭 可是为她赚足了眼球 经过这么多年的升级,她也变成了时尚圈的宠儿 经常被各大时尚品牌拉去展开 只是她的穿衣风格一直是缺少了几分女性独有的美感 不过,三十五次的李宇春在贾纳紫上晚宴上 一袭粉色蛋糕纱裙出镜,搭配独有的紫色爪霸 潮流前尾美里十足和她以往的中兴穿搭三笔 她真是放开了穿 青春活力又带着一点点的女人物,太经验了 只是李宇春这次却好像是忧虑过猛了 看似十分少女气的蛋糕裙却将她的身高优势变成了烈士 明明有1米4的身高却因为裙白的设计 因此看起来只有1米5的效果 好在李宇春的发行日她挽回了不少的分数 虽然美中不足,但可以有很多的新鲜感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,拜拜